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让总统普京相当不满 在上约底下令让核武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之后 近日有克林姆林宫前情报人士透露 普京准备进行核战书在演习 让不少克林姆林宫高官相当震惊 一名自称与克林姆林宫内部人士熟络的前情报人员 19号在通讯软体Telegram上开设的频道 General SVR透露 普京的情绪因为公务行动停止不前而感到沮丧 经常迁怒身边亲信 与他人没什么交谈 甚至是自私的家人也很少联络 General SVR称 由俄罗斯政界高层近日接获来自总统的指令 内容称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都得参与核战书在演习 收到指令的人都感到惊讶 General SVR并说 普京近来整体精神状况已在核心官员建议发恐慌 除此之外 General SVR也表示 自上月24号至今 俄军战死人数已达1万7千人 当中大部分都是现役军人 少数是私人军队或雇佣兵 相关报道指出 General SVR的消息 开始并不被外界踩信 但随着西方情报机构 公开有关克林文工的情报 包括普京健康问题在内 有不少都与General SVR先前透露的消息吻合 让不少人开始关注该提到 好 我们看接下来的报道 CBS记者拷问秦刚 你为什么不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周日上午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 接受CBS电视台 面向全国节目主持人 玛格丽特·布伦南的采访 结果对秦刚来说并不顺利 布伦南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拷问 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 中国的绥靖 到中共接近100多万维吾尔人 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已经向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 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 后果将是什么 秦刚说中国不会向俄罗斯运送在乌克兰使用的武器 但他未明确排除北京未来这样做的可能性 秦刚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脱口秀面向国家采访时 表示北京正在继续促进和谈 敦促立即停火 但他说西方许多人敦促的那种公开谴责 无济于事 我们需要理性 需要勇气 我们需要良好的外交 他表示西方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安全问题 首先发生争议的是布伦南问秦刚 四天前国际法院命令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 中国投了弃全票 投票结果是13比2 唯一站在俄罗斯一边的国家是中国 听起来你们是在纵容而不是谴责 布伦南说 秦刚为此辩护说 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表意见 然后他声称中国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 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接下来布伦南问他 如果俄罗斯在中国边境部署超过15万军队 他是否会担心 秦刚继续为中国开拓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与俄罗斯建立友好牧林关系 布伦南反唇相激的问道 你们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一种友好的邻里关系 在邻国边境部署15万军队 然后又派那些军队进入牧林国家 你为什么不谴责这是侵略呢 秦刚声称谴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并解释说如果俄罗斯因为中国谴责而让步 他会感到奇怪 当秦刚宣称我们需要良好的外交手段后 布伦南对他发起了猛烈抨击 布伦南说 泽伦斯基表示他希望会见普京 泽伦斯基在地堡里 而普京正在参加一个支持战争的政治集会 当双方只有一方愿意真正的谈判 你不可能用外交手段 布伦南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更是让秦刚措手不及 他注意到秦刚在开场时特别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 因而提出联合国人权小组说 根据可靠的情报 有一百万维吾尔人被秘密拘押在中国的 所谓再教育营里 你如何解释 然后他问中国是否会允许人权官员 不受限制的进入再教营 秦刚立刻反驳 我完全不同意 在进一步追问时他声称 没有你说的所谓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副司令 在乌克兰作战中阵亡 据法广报道 乌克兰总参谋部3月20号介绍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副司令 一级舰长安德烈尼古拉维奇帕利 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清算 被俄方占领的克里米亚 塞瓦尔斯托布尔市长 拉斯沃扎耶夫在他的Telegram频道上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乌克兰参谋部介绍 帕利生前是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负责军事和政治事务的副司令 51岁的帕利1971年出生于基辅 1992年毕业于基辅海军政治学院 但是前苏联解体后 他拒绝向乌克兰宣誓效忠 在1993年3月前往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效力 帕利被认为是第一个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中被杀的 俄罗斯海军高级军官 据塞瓦斯托布尔当地媒体周日报道 根据一种说法 帕利死于狙击手的子弹 另一种说法是他死于弹片伤 这两个版本都还没有得到 俄军官方确认和验证 报道称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正在准备授予帕利海军少将军衔的文件 据了解 帕利的初步告别仪式将于3月22号至23号 在塞瓦斯托布尔举行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塞瓦斯托布尔市长拉斯沃扎耶夫 在他的Telegram频道上证实了帕利阵王的消息 报道指 拉斯沃扎耶夫写道 我和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是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开朗和正派的人 来自军人世家的真正军官 任何见过他的人都会永远记得他的善良 他在舰队中微信很高 善于理解和倾听 知道如何找到走进任何人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方面声称 已有5名俄军将军在乌克兰的战斗中阵亡 包括4名少将和1名中将 分析人士认为 大约有20名俄军将军在领导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入侵 这意味着如果所有报告的死亡都被证实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将军在战争中被杀 我们继续看下面俄乌战争的情况 俄乌争夺马里乌波尔报人道灾难 俄罗斯称缴械投降可撤离 俄罗斯当局今天表示 遭到围困于两州的乌克兰东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正上演可怕的人道灾难 只要当地军民缴械投降 即可透过人道走廊撤离 俄罗斯国防控制中心负责人 米茨因塞夫向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守军喊话 一场可怕的人道灾难已经出现 我保证愿意放下武器的所有人 都可以安全离开马里乌波尔 米茨因塞夫提议 只要基辅在莫斯科当地时间清晨5点前 积极回应缴械要求 马里乌波尔的人道走廊 将于莫斯科当地时间21号上午10点开放 届时平民可向西或向东疏散 他还说截至目前59304人 已经撤离马里乌波尔 但当地仍有13万平民可以作为人质 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殊任务开始以来 已有33686人撤离乌克兰 自俄军于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 马里乌波尔多次遭到猛烈轰炸 据乌克兰地方当局说法 大约有40万人被困在马里乌波尔两个多星期 俄军轰炸造成断电断水 且居民也没有暖气可用 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是图让G20峰会 避谈乌克兰战争 以免其立场受到质疑 北京在过去的一周里密集运作 要将乌克兰战争从G20峰会议程中删除 并坚称G20是处理经济问题的平台 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大规模制裁 对世界经济格局构成严重冲击 据南华早报3月19号报道 北京在过去一周内正在游说 印度尼西亚要求在巴厘岛举行的 20国集团峰会上 将乌克兰战争问题从议程中删除 称尽管乌克兰局势严重 但不应在今年的巴厘岛G20峰会上进行讨论 北京坚称这个峰会是处理经济问题的平台 该文指出 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受到越来越多国际质疑的情况下 中国的立场被公开围观 被证明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外交问题 因为它对俄罗斯入侵的矛盾心理 有可能损害其公众形象 北京宣称G20是解决大灾之后 世界面临重大经济问题的平台 应该坚持其核心使命 而不是被西方的议程所挟持 南华早报说 议程仍在敲定当中 观察家们说 现在确定北京的努力是否会成功 还为时过早 尽管印度尼西亚的东道主 已经表示 他们持有类似的观点 观察家们说 这种试图回避问题的做法 已经演变成北京的外交尴尬 主要是由于中国希望 在今年晚些时候 进行全面的领导层改组之前 避免国内外可能出现的混乱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本周一 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电话交谈中 开始了这些努力 他强调G20应该是 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 一位印尼外交官上周表示 乌克兰冲突不适合作为峰会议程的主题 王毅对此表示 中国将支持担任G20主席国的印尼 排除干扰 稳步推进既定的对话 与合作议程 第二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跟进称 G20不是讨论乌克兰等政治安全问题的 合适平台 随后 习近平主席在周三计入 他在电话中敦促印尼总统 左科维多多坚持他的计划 在巴厘岛峰会上重点讨论 后新冠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 南华早报引述 华盛顿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孙云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 中国不希望外交政策领域的任何问题 有可能破坏国内政治事件的宁静和稳定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 也认为 北京不愿意在多边论坛上讨论乌克兰问题 是因为它在战争问题上的对冲越来越困难 他说 坦率的说 现在对北京来说 允许自己与普京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 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并成为其同锚 一定是一种尴尬的事情 他表示 既然G20是一个全球治理机构 G20考虑和辩论战争的现状和后果 当然是完全合适的 但中国希望不要再公开场合传播 当然也不要再离党的二十大这么近的时候传播 该报说 G20的成员国 包括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 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 是一个加强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平台 不过全球危机主导G20年度聚会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过去十年里 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 叙利亚战争和朝鲜的核挑衅 都是G20峰会议程上的重头戏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